是不是闪现 没想到吧 今天我收工还算早 然后想着就很久没有直播了 然后就播一下 大家来的好快呀 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然后光线稍微有一球球黑呀 但是我已经把车顶的那个布给打开了 所以上面有一点风 我看我把手机的屏幕 好像有好一些 我们都吃晚饭了吗 我今天在偏炒的时候 稍微吃了一点点 想着应该收工会很早 因为今天的系量 看通告上写的 可能会早一点回家 没想到估计对了 然后打算回家等一下再多吃一点 想吃一些炒菜之类的 你看我现在堵在了一个实际路口 怎么翻转屏幕呀 红灯 你们也要注意保暖哦 不要送礼物啦 谢谢 跟我聊聊天 陪陪我就好 不用送礼物了 话说我现在说话清楚吗 我这两天嗓子有点不太舒服 这两天早晨起来以后 说话声音特别压 可以听清楚对吧 那就好 这位钻石呢 要注意多喝水 要注意保暖哦 最近真的很冷 分享一下 我这边的天气 就是横电嘛 四面环 三面环山 然后早晚温差特别大 就现在感觉早晨 去上班的时候 要出门嘛 然后感觉好冷 然后下吹感觉好冷 你们也都注意 往年的这个 不要送礼物啦 我们关一下 不要送礼物 留着这个礼物钱 买奶茶多好啊 天气这么冷 喝半糖的奶茶 如果这边画质 会不会模糊啊 不会 我是不是因为烟花挡到脸 所以看不到我 帽子很可爱 因为有的时候 早晨起来会觉得有点动耳朵嘛 然后这个帽子 其实买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觉得好像还没到那么冷 但是今天就很想带 因为今天早晨起来真的很冷 对 你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然后最近生病的人也很多 一定要多喝水 然后要补充维C 然后 衣服一定要穿的厚一点 就不要想着好看不好看了 一定要保暖 我也快到家了 秋裤 其实 我戏服里面也会套保暖秋裤和秋衣的 但是比较薄 因为穿厚的那种的话 会看起来比较臃肿 对 然后在剧组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前两天就会问 你们穿秋裤了吗 然后都会这样问 哇 就是现实生活中 我很难能见到烟花 然后现在谢谢你们 但是 收手 不要再花钱了 不要再赏礼物了 我已经到我家小区附近了 还挺快的 回家好好休息 好的 回家 我一般的话 回去看时间 像今天时间比较早吧 我觉得 就可以下回家吃个饭 然后再看看剧本啊 然后可以早点休息 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其实今天的恒电天气还算暖和 因为今天晴天嘛 太阳很充足 然后白天拍外景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凉 快到家了 快到家了 要不我下来溜达溜达吧 然后 你们陪我散散步 可以吧 不然的话 就又感觉 好像时间很短 感觉很久也没散步了 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原来如果出工时间 不会这么紧张的话 可能还会散散步 我从这边下去 门怎么扛了 现在能看到了吧 这边的光线会好一些 但是好像被烟花挡到 你就看不到我 因为我早晨出工时候的 有一些照片啊 然后就钻石拍的嘛 然后有的时候家里人家里面的人会看到 然后就说 你这个羽绒服车上怎么像一只熊一样 我说很暖和呀 其实很好 这个羽绒服真的还挺保暖的 我现在真的在带着你们再散步哦 能看到吧 一条小路 不要再送礼物了 这样的话我都看不到你们跟我说的话了 谢谢你们的礼物 但是不要再送了 我该怎么制止你们 还好晚上的话 室外只要没有风就不会冷 但有风就不行了 这两天稍微有一点点咳嗽 但是今天好很多了 因为前两天晚上拍了一场雨戏 哇是真的有点冷 有在喝热水 有在认真的喝热水 我也很怕生病 生病的话会耽误 剧组的拍摄进度 而且人的状态也不会好 所以真的有在很认真的在保暖和喝热水 所以放心吧 你们也一定要注意哦 最近病的人真的太多了 你们一定要注意 泡脚啊 其实也有泡的 晚上好晚上好 是不是你们现在有一些人还在回家的路上 对我刚才在看没有看到星星 我是哎 刚说想给你们看星星 刚才没有看到 然后一抬头有一颗 只有这一颗 我最近总是能看到它 我怎么像个傻子一样 我还嘿嘿 是不是可以看到 手机感觉照的不清楚 肉眼看的话 真的很亮 就这一颗 好来看我吧还是 心情里面也是总能看到的 就好不容易有点时间 然后跟你们直播一下 就不要再给你们东看看戏看看 走点吃饭 嗯 现在还还好没有很饿 因为晚上的时候我稍微在 煮里面的时候垫了一点点东西 然后正好等一下到家了 然后就点一顿好吃一点的 然后再点一杯好喝的 等一下要吃什么 我想想炒菜吧 米饭炒菜 就够了 可能两个菜 一个米饭 然后再点一个喝的 然后水果也得吃 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修理可 修理可有用啊 我的护肤品全都是修理可的 因为真的我化妆的时候 我皮肤本身就很敏感 然后修理可真的有帮到我很多 就皮肤问题帮我解决了好多 因为有的时候 作息不规律 我就会提一些闭口 然后还会起痘痘 然后皮肤还会干 就是很严重的那种 上妆都上不上去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皮肤其他的问题都没有 然后每天其实 妆的话底妆都还挺薄的 不然的话一排排十几个小时 脸就滑了 晚上喝小甜水嘛 其实现在也不喝什么小甜水了 比较少 好了 稍微我感觉到有一点点冷了 我准备要回家了 然后下次有时间的时候 如果收工还是很早的话 我再跟大家直播吧 然后今天很谢谢你们 然后可以陪我散散步 聊聊天 然后你们也要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的照顾自己 那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我们下次见